据报道,我国新疆 近日人工建设了大量的鸟巢 用来引入粉红两鸟 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已经吸引了将近20万只粉红两鸟在此安家 据说在新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人工建设鸟巢来吸引粉红两鸟了 那么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 粉红两鸟到底是一种什么鸟呢 为什么新疆会多次人工驻巢来吸引粉红两鸟呢 引入这些粉红两鸟有什么用途吗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晨 一日之计在于春 今天,焦哥就带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喜欢本期视频的同学 请给焦哥一个常推荐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粉红两鸟 粉红两鸟是一种迁徙后鸟 它们的腹部和背部都长有粉红羽毛 但是,它们的会和腿是淡成色 其余地方主要呈亮黑色 看起来跟巴克非常相似 它们会成群结队地生活在干旱的开阔地 体型较小 主要分布在欧洲东部及亚州中西 每年的五月份就会迁徙到我国的新疆地区 它们喜欢跟随家庭古事被惊起的昆虫 尤其喜欢吃蝗虫 别看它们的体型小 但是食量惊人 一天一只粉红两鸟 可以吃120至180只蝗虫 可以说是妥妥的蝗虫天体 蝗虫属于一种农业害虫 一旦大规模地出现蝗虫 便会形成蝗灾 无数的蝗虫在天空飞过 如同乌云掠过遮天蔽日 大面积的农作物都会被这些蝗虫吃掉 因此人们对蝗虫都非常忌惮 导音